初建立的唐朝是如何平定天下 唐高祖李渊有何政绩 他如何处理与功臣儿子之间的关系 为何会发生玄武门之变 唐朝初建 实际只是当时实力较强的割局政权 6月初十日 4号西秦霸王的薛举劫掠荆州 秦王李世民出兵征讨 7月李世民患病 刘文静被薛举击败 唐军损失过半 8月初8日薛举病死 李世民病愈后再次挂帅 于11月击败薛举之死薛仁岗 打下甘肃兰州等地 薛仁岗投降 被李渊处死 杀想不详 不在李渊考虑范围内 这种做法也导致了之后 一系列响而复判事件 这期间 9月29日 与文化集杀杨昊自立为帝 与文化集先败于李密的瓦刚军 又败于斗剑德 被杀 李密与王世冲大战 瓦刚军城之劫等被擒 善雄信等投降王世冲 瓦刚军受重创 李密因与李渊同宗 率王伯当等人降堂 后因不被重用谋反 被杀 武德二年7月 李渊以天下未定 改官中十二道为十二军 分立官中诸军 8月初一日 杨又死 不足十五岁 同年 晋阳起兵的功臣刘文静和裴继 失常意见相左 刘文静酒后狂言 被乌谋反 裴继故意夸赞刘文静 及其李渊对刘文静的忌惮 刘文静被杀 抄家 割据甘肃河西地区的李鬼 与李渊结好 论兄弟 却又自行称帝 被唐用板剑机分化瓦解 兵败被杀 唐朝掌控了河西走廊 中小割据势力自知无力抗衡 陆续投膛 刘武州 宋金刚再次勾结突厥公入河东 攻占太原 李渊吉 陪记败逃 李世民领兵征讨河东 刘武州 宋金刚 败逃入突厥 被突厥人所杀 群雄相互吞并 王世冲逼杨栋尚位 称帝 伯昊为正 改元开明 之后杀杨栋 斗建德连续击败王须拔 魏刀尔 与文化级等 建立下政权 改元 黄河流域出现下政权 郑政权 与唐朝三族鼎立开始 武德三年 李渊命李世民东征王世冲 斗建德与王世冲 联合对抗唐军 武德四年五月初五日 李世民在武劳关击败 并升秦斗建德 王世冲鼓手洛阳至五月十一日 出城景祥 手下大将 善雄信等都被斩 七月初九日 李世民凯旋向李渊献服 李渊下令杀斗建德 用以削弱关东地区力量 让关斗不大 王世冲因李世民的许多幸存 不久 被与其有杀户之仇的定州刺史 独孤修德所杀 十月 在岳阳称帝的消遣 为李孝公和李靖所败 归降唐朝 被李渊处死 各路割据势力 眼看唐无断壮大 纷纷来头 但也有侠而复叛的 其中 最有名的是刘黑塔 李渊调斗建德 旧部范院等人到长安 众人见王世冲步下 多被杀 人人自危 占卜得知 凤流性者起兵才能成事 在下军旧将中 找到了斗建德 从小的至交好友刘黑塔 斗建德死后八日 刘黑塔在被州复叛 并不断壮大 连下营 冠 定 旗 祭 行 卫 申 相等周线 不少总管 四十被杀 唐明将李世纪战败 武德五年正月 刘黑塔在向周自称 汉东王 改元天造 二月 被封为天策上将的 秦王李世民 率军讨伐刘黑塔 刘黑塔多次挑战军败 退出向周 刘黑塔靠内影 克明水县城 守城的唐明将 吴世信战死 李世民据明水险要 在明水上游 驻堤坝 断刘黑塔梁道 坚守战 刘黑塔断梁 全军出击 李世民掘开堤坝 刘黑塔大败 带少数人逃往突厥 六月 刘黑塔借突厥兵东山再起 进兵山东 李世民的能力不于出众 连父亲也对他起了猜忌之心 此战李渊不用李世民 想给李建成 李元吉建功的机会 导致唐军三次换帅 淮阳俊王李道玄等战死 十二月 在李建成 李元吉合力之下 刘黑塔兵败 四年正月初五日 被顾下诸葛德威 捧骗秦达 陷于李建成 二月被杀 不久 起兵响应刘黑塔的徐元朗 被李世纪打败 山东河北平定 除了平定中原 出建的唐朝 还需要抵御游牧民族的入侵 武德六年四月 土拨入寇方舟 五月 土玉魂 党向侵略河舟 侠而复叛 自称燕王的高开岛 依靠西族侵略幽州 陆续被唐将击败 游牧民族中 对唐朝威胁最大的 还是突厥 李元在武德初年 用财物 美女 甚至土地 暂时稳住了突厥 久而久之 突厥固态固然 他们屡次入寇 胜则劫掠 败则求和 稍作恢复 就卷途重来 李元派李建成 李世民 多次屯兵 并州 幽州 幽州等处防备突厥 八月 江南的普攻时 据丹阳反 李渊前赵俊王李孝公 及李静 李世纪等分路围剿 于十二月秦杀之 同年 土域魂内部 高开岛引突厥寇幽州 在四年为部将张金树所杀 以其帝强 此后 虽反叛还偶有发声 但频率与强度都大大减低 唐朝基本稳定下来 武德七年 李渊对东北及朝鲜半岛 采取亲善的策略 封高沟黎王高建武为辽东郡王 百姬王胡于张为戴方郡王 信罗王金真平为勒浪郡王 在派诸子众将南征北讨期间 李渊在内政上做了一些改革 唐城随制 行政上 李渊沿用三省六部制 文化教育上 李渊沿用并开始完善随的科举制度 经济上 李渊为整治混乱的壁制 被随前 效仿西汉武朱的严格规范 开除开源通保 他沿用起自未孝文帝的军填制 按人口分配土地 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实行了租庸调制 受田的农民每年按钉交补物 交补皮 定期不易 还可以倦代义 与军填制同步 农民有了充足的耕种时间 推动了农业以及补兵制的发展 加强了中央集权 日令上 李渊在位时下令修订武德律 将随朝大业时期的法律 恢复到文帝开皇时期的局面上 天下绍安 李渊家中却矛盾激化 在唐朝的建立过程中 李世民绝功至伟 也因此被身为皇太子的李建成所忌惮 李建成与李渊籍要除掉李世民 他们联合李渊后宫嫔妃 时常挑拨李渊与李世民的父子关系 又想方设法调开李世民身边的谋臣武将 夺李世民兵权 甚至曾骗李世民喝下毒酒 武德八年七月李建成亲信 庆州总管杨文干作乱时 李渊曾想改立李世民为皇太子 在众嫔妃劝说下改变了初衷 武德九年六月初一初三日 太白两次惊天出现在秦帝的分野上 精于天文的父义向李渊奏报 这是秦王当有天下的预兆 李渊则问李世民 李世民不认 并顺势告巴李建成李源吉淫乱后宫 李渊没有当即照朱子对质 而让李世民先回府 四日在意 如果兄弟三人都没有时间准备 此事很有可能当着李渊的面和平解决 但是李渊没这么做 还让后宫知晓了 初四日 张建瑜通知了李建成李源吉 二人准备兵马 以备不测 李世民决定先发制人 帅领长孙吴继 御智静德等人在玄武门埋谷 射杀了李建成李源吉 史称玄武门之变 对诸子之争已有觉察的李源 并未料到李世民会如此果决 当御智静德全身披挂 手持长矛 站在他面前时 才知道一切都已经吧 李世民控制了宫中宿位 杀进李建成李源吉子嗣 对此事 众朝臣几乎都选择了支持李世民 这充分证明了李源 低估了李世民在朝中的影响力 李建成的优势 仅仅只是长子身份而已 要压制李世民 还远远不足 李源建议无可挽回 立李世民为皇太子 8月初9日 李世民及皇帝位 视为唐太宗 李源称太上皇 将朝政全权交给李世民 从此迫不得已的安享晚年 连同之前执政的9年 李源给李世民添了十几个弟弟 若干个妹妹 贞观三年 李源迁居大安宫 贞观9年5月 李源崩于垂拱前殿 享年70岁 妙号高祖 唐高祖李源 登基后再无战功 沙祥受后世诟病 他的内政改革成随起堂 但在赤子的光芒下 显得平凡无奇 他有时又极度不短 导致功臣冤死 诸死反目 晚年还偏听后宫 与通常创业的开国之君 有些不同 是个成业偏私的君王 我是卷书风云润天帝 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